後來鳳姐慢慢把代玉的事說給賈母和王夫人聽,她兩個都嚇了一跳,賈母眼淚汪汪地說:「是我搞到她這樣的,知道這個丫頭又是太傻氣了。」 說著就要去園裡哭代玉一場,知道這頭又掛著寶玉,她兩頭就爛顧了,王夫人含淚勸賈母不要過去,她說:「老太太,你身子緊要。」 賈母就沒有法子,就叫王夫人自己去,然後又吩咐她說:「你給我告訴林丫頭的陰靈,不是我忍心不去送她。」 是因為有個親疏之分,她是我外孫女親是親,只跟寶玉比起身,寶玉就親過她,若然寶玉不妥,我又怎麼見她父親呢?」 說著說著說著,又哭起來了,王夫人就勸她說:「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痛的,只是生死又定,現在死都死了,無可盡心了。」 說著說著說著 sab 。 說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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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,就馬上吃了,也叫她老太太,只說她老太太,她想著寶玉還不太清醒,她會偷偷叫人來撒謊,說:"寶玉找老太太啊!" 賈母收了眼淚,問鳳姐,不是又有什麼事嗎? 鳳姐說,沒什麼事,她大概是想老太太。 賈母連望扶著珍珠,鳳姐也跟著走過去。 走到半老,遇見王夫人回來了,一一告訴賈母。 賈母因為要去寶玉那邊,只好忍淚含悲地說, 好,既然如此,我就不過去了,你們做頭碰她,我看到心很難受。 不過不要委屈了臨丫頭。 王夫人和鳳姐每天都答應了。 當代玉斷氣的時候,就正是寶玉和寶差行婚禮的時辰。 那時寶玉雖然因為失了玉,心裡頭迷戀,但聽見說取代玉為妻, 就覺得真是從古至今,天上人間,第一件心滿意足的事,即是整個人都見葬起來。 不過就不像以前那麼靈。 鳳姐的妙計真是美。 寶玉,她恨不得即刻見到代玉。 寶玉,望到今天緣婚,就真是高興到無手無腳,雖然還有幾句傻話說下, 知和病的時候是零射都不同的人樣的。 寶玉就叫雜人和她裝扮新鮮,就坐在王夫人的房裡。 看見鳳姐和柔氏,她們都亂亂亂亂亂,看來看去都不得即時。 寶玉就問雜人, 寶玉妹妹在大官員出來,為什麼這麼廢事,做不到? 雜人就忍著笑話,等好時辰嘛。 那時,鳳姐就和王夫人說, 雖然有喪服,外頭不用古惡,知道我們南邊的規矩要拜堂,冷冷清清也不行。 我叫了苦來學音樂,管戲子的女人來,吹吹打打,熱鬧一點。 王夫人說,好啊。 一會兒,大橋就從大門口進來了,家裡的吹打就迎出去,十二對公燈就排著進來,那些賓相就請親人出橋。 寶玉見到新人蒙著開頭,喜良就披紅扶著他,那下手扶著新人的呢?原來是雪岩。 寶玉見到雪岩,他還想著,為什麼不見紫娟呢?反而是他的。 後來他又想,哦,是的,是雪岩是他在南邊的家裡帶來的,紫娟是我們這裡的,當然不用帶著過來。 所以寶玉見到雪岩,居然好像見到大玉這麼歡喜。 那就好了,奔相宣唱而節,拜了天地,請出賈母受了四拜,後來又請賈正夫婦登堂,行完禮,就送入洞房了。 還有很多都是按照金靈的救禮來做的。 好了,賈正夫婦本來就不信什麼沖喜之說,不過因為賈母做主,就不敢為抗。 誰知道今天見到寶玉居然整個好人一樣,賈正自然也很高興。 好了,新人就坐在床上,就要揭蓋頭了。 逢姐早就有防備,她就請了賈母王夫人進去照影。 那寶玉現在就有點傻氣了,她走到新人面前就說, 妹妹好起來了,好多天不見你了,生氣著這件事做什麼? 跟著她又要揭蓋,急著賈母就出了一身冷寒。 那寶玉想回頭又說,林妹妹喜歡生氣的,不要亂來。 那寶玉了一下,她仍然忍不住,就進去揭蓋。 喜涼就折了一條龜頭,雪眼就走開, 嬰兒就過來事後了。 寶玉張開眼一看,好像是寶差,心就不信了, 一手拿著燈,一手就揭著眼睛,看真一下。 啊?真是寶差來的?寶玉就惡了,定了。 那又見到嬰兒在旁邊,不見了雪眼。 寶玉就六神無主了,自己就反以為是在做夢似的, 一尾就癡癡癡地站住。 眾人接了燈走,又扶她坐下。 寶玉雙眼睛到直直,半句話都沒有。 賈玉怕她生病,親自扶她上床。 鳳姐和遊士就請了寶差進床床,寶差自然不出聲。 寶玉定了一陣神,見到賈玉和王夫人坐在那邊。 她就小小聲叫賈人,問她,我在哪兒啊?我是不是發夢啊? 賈人就說,你今天是好日子啊。 什麼夢夢啊?胡亂說,老爺在外頭啊。 寶玉就靜靜指指那邊說,坐在那裡那位美人是誰? 雜人就掩著嘴裡笑得說不出話。半天才說,是新娶你二奶奶啊。 眾人都轉頭忍著笑,寶玉又說,那這麼糊塗,我問你二奶奶到底是誰啊? 寶姑娘咯。那林姑娘呢? 是老爺做主,是娶寶姑娘的,為何亂說林姑娘啊? 那我剛才看見林姑娘呢?還有雪眼,為何說沒有呢?你們搞什麼鬼啊? 鳳姐就走過來小小聲說,哎呀,寶姑娘坐在那裡啊,你不要亂說啊。等一會得罪了她,老太太不准的。 寶玉聽了就糊塗得更加厲害了,本來就有癡迷病的嘛,今晚那麼神出鬼沒就搞得她懵了,她就不理那麼多,口口聲聲說要找林妹妹。 咦?賈母他們就上前安慰了,無來她總是不明白。 賈母就知道寶玉是救病復發了,就整屋點起安息香,盯著她的神魂,就扶她躺下,一個個鴉雀無聲。 一會兒一會兒,寶玉就昏昏沉沉睡著了,賈母他們就放心了點,就坐著等天亮,就叫鳳姐去請寶差安歇。 寶差就不理那麼多,衣冠都不隨,就這樣就在裡頭休息了。賈正在外頭,又不知道裡頭的事。 她剛才看見寶玉也不錯,就好像寬心點了。 第二天呢,就是賈正喜晴扶任的吉日了,眾人來賀喜送行。賈正在宗辭拜寺院,就過來拜別賈母。 她就稟告說,不孝與離,但如老太太順事而養, 衛兒一到任所,就立刻收書請安,不必掛念。 寶玉的事已經照老太太的意思辦完,只求老太太奮悔。 賈母就怕賈正路上不放心,就沒有說到寶玉舊病復發。 啊?只說了,外有句話,保佑昨晚刻緣婚,就不是同房。 今天你起程,本該叫她來送才是。 只因他是胃病充喜,現在好一點,昨天又辛苦了一場,出來又怕吹吹風。 所以我就問你,你要他送,我就馬上去叫他。 你痛他,我就叫人帶他來,你見一見,叫他替你扣個頭船。 假政就說,叫他送什麼,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讀書,我就歡喜過他來送我。 這樣說,假冒又放了心,叫假政坐柱,叫鴛鴦帶寶玉來。 鴛鴦去了一會兒,寶玉果然來了,寶玉見到父親,臣子略略好一點。 假政就吩咐他幾句,寶玉就認了。 假政就叫他扶回他,自己就回到王夫人的房間,吩咐夫人管教兒子。 千萬不要再叫中他,明年鄉事就一定要他去考驗。 黃夫人就一一聽了,沒有說別的樣子。 接著就立刻叫人扶寶差來,行了辛苦送行之禮。 其他內眷一起送到二門回來。 在外面的假真他們就受了一番訓斥。 大家舉酒送行,一班子弟和晚輩親友,一直送到十里長亭接分別。 下面說回寶玉。 他見過假政回到房間,更覺得頭暈老漲,懶得慾, 連飯都沒吃,有時紛紛沉沉睡了。 繼續請醫生來治療,吃藥都沒效。乾脆,連人都不太認得。 扶他坐起來,他仍然好像個好人一樣。 不斷連氣搞了幾天,那天正是九天回門之期。 如果不過去,又對不起姊姨媽那頭。 去嗎?寶玉又這樣。 假母就明知他是為代玉而起的。 講明給寶玉知道嗎?又怕他急起來生變故。 寶差是新媳婦,很難勸她的。 一定要姊姨媽過來才好。 如果狗招不回門,姊姨媽就會責怪的。 假母就和王夫人鳳姐他們商量了。 唉,我看寶玉魂不守舍那樣。 這行動是不怕的。 不如就用兩姓小巧,叫人扶著她, 從院裡過去,走回狗的吉旗, 以後就請姊姨媽過來安慰寶玉。 我們就一心一意調理寶玉, 那不是兩頭也好。 王夫人應了,立刻避招。 幸好寶玉是身色苦。 寶玉也是傻的。 有得人家點撥,她就點撥。 寶差就明知道是甚麼事。 心就一味怨無親,裝得糊塗。 事到如今,她也不肯多說。 唯獨是姊姨媽看到寶玉這樣, 心就有點後悔。 只好隨便便算了。 回狗之後,她們回回家, 寶玉越發沉重。 翌日連坐也不能坐, 一天重過一天, 甚至連湯水也喝不下。 姊姨媽她們手忙腳亂, 到處請名醫, 都不知道病院。 唯有在城外那間爛廟裡。 有一個窮醫生, 姓不別號之暗。 診到保育的病緣, 悲喜激瀉冷暖失調, 飲食失時, 憂憤滯中, 正氣勇失。 內傷外感之症。 於是她就對症下藥。 晚上吃了藥, 二更天之後, 果然醒來人士, 拿水喝了。 賈母和王夫人她們這樣放了心, 請姊姨媽帶寶差去賈母那邊暫時歇息。 寶玉一時清醒了, 她自己以為她的命保不住了。 看見那些人走光了, 房裡裡只剩下了雜人。 她就叫了雜人近身邊, 拉著雜人的手就哭了。 我問你, 寶姐姐為何會來的? 我記得老爺和我娶林妹妹的。 為何寶姐姐趕走了她? 她為何霸在這裡住? 我想說, 又怕得罪她。 你們聽見林妹妹哭成怎樣? 雜人不敢明說, 她就說了。 哎呀, 林姑娘正病了。 我去看她, 說著寶玉就要起床了。 誰知道她這麼多天, 沒喝沒吃, 怎能有力動啊。 她就哭著說, 我要死了, 我要死了, 我有她心裡說, 我求你回給老太太知道。 反正林妹妹也是要死的了。 我現在也不行了。 趁早把我和林妹妹抬在這裡, 生就一起醫, 死就一起停。 你照我這麼說, 也不枉我們這幾年的懲分了。 雜人聽她這麼說, 就哭得喉嚨, 也哭著喉嚨。 剛好寶柴和嬰兒回來了。 聽見寶玉這麼說, 她就說了。 你有病不保養, 何福說了這些不利事的話。 老太太剛好, 你又這樣了。 老太太一生跟你一個, 現在八十幾歲了。 雖然不只望你得風告, 將來你成人, 老太太看見都安樂些。 太太更加不用說了。 一生深血精神, 撫養了你這麼一個兒子。 要是半路死了, 那太太將來怎樣呢? 我雖然明白, 都不至於薄得這樣。 從這三件事看來, 你想死, 天都不讓你死, 所以你不會死的, 你安靜點, 又有四五天, 風邪散了, 太和正氣一遭, 這些邪病就沒有了。 寶玉聽了, 居然無言可答。 半天她笑嘻嘻地說了, 死了很久, 沒有跟我說話了。 現在說這些大道理, 你給誰聽? 寶妻聽她這麼說, 又說了, 我老實告訴你, 那兩天你不知人事的事, 林妹妹已經死了。 哎呀, 寶玉啪聲, 坐起來大聲地說, 真的死了? 豈有空口白話咒人死的呢? 老太太和太太知道你兄妹和母, 聽見她死了, 又怕你死, 所以不告訴你。 寶玉一聽, 就放聲大哭, 躲在床上暈了過去, 半天才醒醒。 寶妻呢, 早就知道代玉死了。 假母他們不准告訴寶玉, 怕寶玉的病更加重。 而寶妻呢, 她自己心裡頭明知寶玉的病是因代玉而起的, 失了一塊玉都不是主要的, 所以她現在乘機講明她, 等寶玉一通缺絕, 神魂歸一, 或者會治得好。 當時假母和王夫人她們不知道寶柴的用意, 還怪她這麼冒失。 後來見到寶玉醒了, 才放心, 立刻去外書房, 請了那個筆醫生進來看。 那個筆醫生把脈之後就說, 奇怪, 你這趟的默契很沉靜, 神安屈散, 明天用心來調理, 再吃點藥, 就可以好了。 說完她就出去了, 各人也安心就散了。 過了半天, 寶玉呼呼呼, 立刻要去蕭昌館。 假母只好叫人用竹椅抬她過去, 假母他們先過去。 一到蕭昌館, 假母一見到代玉的另舊, 就已經哭得淚乾氣絕, 奉者他們再三勸, 王夫人也哭了一場。 李懸請假母和王夫人去裡面歇息。 寶玉隨後到, 一想起未病之前來過這裡, 現在屋在人亡, 不禁就浩吐大哭了。 想起以前多麼親密, 今天死別, 怎麼不更加傷心呢? 眾人怕她太悲哀, 都來勸解。 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, 大家就扶著她的歇息, 寶玉就是要叫子娟來, 就問明姑娘臨死有什麼話說。 那子娟呢? 本來就很痛恨寶玉了, 見到寶玉這樣的情形, 心都軟了一點。 又見假母和王夫人在, 就不敢紮備寶玉了, 就將林姑娘怎麼又是病回, 怎麼燒了手帕, 焚了絲稿, 而且還將代玉臨死說的話, 都說了出來。 寶玉聽到, 又是哭得氣頂喉乾。 探春, 就趁便又將代玉臨終, 祝父要帶她的寶玉回南邊的說話再說一次。 咦? 那麼假母和王夫人, 又是哭起來了。 好在鳳姐很會勸, 勸著了, 就請假母回去休息。 寶玉不肯走, 無奈假母逼她走, 只好勉強回去。 假母上了年紀了, 自從寶玉病了, 日夜不安寧, 今天又這麼傷心, 就覺得頭暈新熱, 頂不順便回房間就躺下了。 王夫人心痛難抵, 又回去了, 就派了採雲幫雜人照應, 而且就說了, 寶玉再這麼傷心, 就快點來告訴我吧。 寶玉知道寶玉一時當然不捨得了, 仍不去勸她, 只是在旁邊用說話來諷刺她, 寶玉怕寶玉多心, 就收心忍住先。 血了一晚, 岸岸穩穩沒什麼事了。 翌朝一早, 眾人來看她, 見她只是覺得棄虛身躍, 而心病反而覺得去了幾分。 於是就加意調養, 漸漸就好了。 烹飯。